你這個好像關兩年多 就可能你是假設的殘雨刑起吧 穿著灰色外套的年輕男子 坐在警局裡全身顫抖 不斷拿衛生紙 夜面哭泣 到底是什麼事情這麼難過 原來新竹警方8號凌晨 執行勤務時攔查一部自小客車 發現後座乘客舉止怪異 警方盤問男子才坦誠 包包內有一把玩具衝鋒槍 說是在網路上用台幣9000塊錢 買到的 誇張的是男子還謊報別人的身份證 原警發現他因為槍炮案正遭通緝 還涉嫌持同款玩具衝鋒槍 向苗栗市一帶的店家恐嚇取材 當場將嫌犯逮捕上烤 原以為道案說明可以回歸自由 卻意外發現其中一筆通緝資料 要入監服刑兩年半 男子當場崩潰痛哭 本案除一 紅男違反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通緝案 移送偵辦外 將在進行調查紅男再涉及其他恐嚇取材 只是自己有錯在先事後 再怎麼後悔痛哭也於事無步 記者好夢前魏文軒新竹報導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